大家好,今天我特别高兴给大家上一堂简短的课 叫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艺术互建 中日法 大家都知道,当我们提到东西方的交流的时候 我们最早想到的一个人就是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是13世纪的人 他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邮记 在马可波罗邮记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 有人会认为并不一定是他自己写的 他很可能是听别人讲述的 而且很多东西也是杜撰的 但是这本书是东西方交流的 可以说是最早最重要的书之一 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在12、13世纪 在东西方之间就已经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桥梁 但是呢 东西方之间真正进入一些繁荣的交流 我们就要等到有贸易 以及大量的贸易出现 所以呢 真正的繁荣要等到18世纪 因为18世纪呢 西方有些国家 它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开始高起来 尤其是航海业比较发达 大家知道西班牙葡萄牙都曾经是非常重要的航海大国 接下来呢 就是荷兰啊 北欧的一些国家变成了一些海上的一些霸主 再接下来 像英国和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 也开始来进行全球性的航行 所以呢 随着这个航海业的发展 东西方之间的交流 包括文化交流 可以说得到了大大的发展 因为我个人的专长呢 是法国啊 然后同时呢 又是中国人 而且呢 我对日本文化也比较感兴趣 所以呢 根据我面对的这个听众啊 我专门定制了这堂课 所以给大家讲讲 在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 在这三个国家之间发生的文化交流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大家感到兴趣 我这个讲课呢 分成三个部分啊 第一个部分呢 主要是讲述18世纪 主要是讲述法国在18世纪如何接受啊 看待来自于中国 包括日本的这些艺术品或者是物品 但是着重点呢 会强调中国 第二部分呢 同样是在法国 但是呢 到了19世纪了 就是说在19世纪 法国如何看待这个来自于中国和日本的物品或者是艺术品 但是我的重点呢 会强调日本的艺术品 第三部分我要讲述20世纪 20世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 因为整个的世界不能说变成地球村了 但是呢 相互之间的流通就变得容易的多了 因为有了飞机 有了火车 很多艺术家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家乡 跑到其他国家去学习 去留学 去见他们心目中的大师 从而学到一些当时啊 可以说是最先进的 或者是代表最棒的艺术潮流的一些艺术家 从而发展起自己的个性 回到他们的祖国 然后呢 为繁荣整个的这个现代艺术呢 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呢 在20世纪部分 第三部分呢 我会强调法国 强调中国 强调日本 尤其是强调 这个来自于日本的艺术家 以及来自于中国的艺术家 如何在这个三个国家之间进行穿梭 进行传播 好 我现在开始我的第一部分啊 就是18世纪 在17 18世纪呢 这个当时的贸易呢 有一定的难度 一些航海型的国家啊 西班牙 葡萄牙啊 最先啊 可以说去 发现这个世界啊 建立起海上的优势啊 然后甚至在亚洲的一些地方 他们还占领了一些土地 后来呢 北欧的这个荷兰 后来居上 它呢 成立了个非常重要的 在贸易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司 叫东印度公司啊 这个主要是连接这个欧洲和亚洲 亚洲的大量的物品呢 就通过东印度公司呢 被运到了欧洲进行销售 所谓的东印度公司呢 最远的就可以抵达日本 它主要设立在日本的长崎啊 日语叫 一个那个地方 有个具体的地方叫出岛啊 叫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中国与日本的很多物品呢 就会被运到欧洲啊 然后呢 被认为是非常稀缺的 非常稀罕的物品 就引起人们的这个收藏的这个欲望 尤其重要的是呢 它会唤起欧洲人对东方 尤其是对中国和日本的一种想象 在这个时候呢 法国它也不甘落后 就是在荷兰和英国之后呢 法国建立起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啊 这来发展在海上的这个贸易 连接欧亚大陆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些历史的图片 我们看到这张图呢 就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它的整个的航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边呢 一直到了日本的这个长崎啊 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出岛 当时这种船啊 它是有好几层 尤其是底下 它可以放大量的货物 然后主要还是靠可以抵御 很强的这个风暴的帆船啊 所以呢 它特别适合远航 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出啊 当时这个东印度公司啊 它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很重要的利益 因为它是一个跨国的国际的这个贸易 所以呢 它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 甚至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军队 就是专门有自己的武士或者是军人 来保护他们的船只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的这个法国啊 当时人们呢 对这个日本呢 还不是非常的了解 他们对中国相对了解比较多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皇帝啊 跟那个法国的这个国王啊 叫路易十四太阳王之间啊 相互之间已经有信使了这个来往 所以人们呢 会误以为啊 日本的物品就是中国的物品 甚至有时候倒过来以为来自于中国的物品 是日本的物品 所以他们经常会混淆起来的这个说啊 所以呢 这个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些资料啊 就可以看出啊 当时法国人分不清什么是中国物品 什么是这个日本物品 到后来呢 出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启蒙时期啊 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大百科全书啊 大百科全书里面 关于中国的词条啊 非常非常长 但是呢 关于日本的词条呢 就非常短 所以呢 这个是十八世纪的这个当时的现状 那到了十九世纪啊 尤其到了十九世纪 日本的这个 这个所观政策 或者是所国政策改变以后啊 这个情况就会大大的改变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几张图片 这是非常珍贵的图片 尤其大家看到的左边这张图片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玉器 这个玉器呢是当时中国皇帝送给法国的这个国王的 这个玉器现在收藏在卢浮宫里面 然后在右边这张图的就非常的有意思啊 因为右边这张图大家看到的是典型的一个欧洲的啊 禁物画啊 就是他画一些水果啊桃子啊葡萄啊等等 但是啊 如果你们稍微眼睛尖一点就会发现 左边这个放水果的这个碗或者是盘子 是典型的中国的清华词 所以证明他这种瓷器已经进入了当时的人们的这个日常生活 所以接下来呢我要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啊 就是讲一讲 法国的艺术家如何从这些中国物品或者是日本物品当中啊 吸收可以说是营养啊 然后呢得到启发 绘画出他们想象中的中国 甚至就是可以说啊 通过中国的美学发展起一种在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装饰的一种艺术 我首先呢要提到一位18世纪的一个伟大的法国画家 他的名字叫华托 被认为是18世纪最重要的法国画家 在法国艺术史上有一种专门一种画类啊 叫艳游画 就是他是这种画类的发明者 而且呢是这种画类的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啊 什么叫艳游画呢 简单的说啊 就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啊 他们会去出游啊 然后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啊 他们会去看一些名声古迹 比方说古希腊古罗马的古迹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会谈情说爱互相表白等等 所以呢表达出一种对生活的这种热爱啊 以及整个的一种节日的这种氛围 你们可以啊 在所有的啊 艺术史 无论是字典啊 或者是教材上都能看到华托的话啊 我给大家展示两张 这幅呢是非常重要的华托的代表作叫周发西台岛 有一批年轻的男女 他们要坐船 所以叫周发坐船到一个岛上去 岛的名字叫西台岛 从远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西台岛 这个西台岛的又跟古希腊 罗马的一些神话联系在一起 跟爱神的故事联系在一起 所以呢整个氛围 是一个非常欢快热情的这个氛围 同时呢华托还非常有名的就会他会表现 尤其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啊 一些小丑啊 一些喜剧的一些角色啊 这些人物呢 他描绘的非常栩栩如生 这也是他的一个一些代表作 这样比方说这幅叫皮尔罗 这个指他当时的一个最有名的 意大利的一个小丑的角色 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到华托的影子 就是他在上流社会 结交了各种朋友 但同时呢 他的内心又保持着一种孤独和忧郁 我为什么要提到华托呢 不仅仅是因为啊 他是一个著名的艺术家 而是因为他跟当时的一家店铺啊 有非常非常紧密的朋友关系 在他去世之前 他留下了一幅著名的画 叫热尔桑店铺 我们也翻成热尔桑店铺的招牌 就是他画了这个店铺 然后呢 这个店铺老板把这幅画呢 作为一个广告一样的招牌一样 来向大家展示 但是奇迹就发生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热尔桑店铺里头 我们发现啊 这个老板 他不光是经营一些法国的艺术品 他还经营很多来自于东方的物品啊 在法国这样的店铺呢 有一个很漂亮的词汇叫阿里巴巴的洞穴啊 大家都知道阿里巴巴与四十大道 大道们把很多珍宝啊 放在洞穴里面 所以当时 但凡有异国情调的很多东西啊 放在一起啊 就被称为阿里巴巴的洞穴 所以呢 热尔桑店铺其实是一个 有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商品的 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和日本的商品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啊 这个当时的另外的一幅画啊 就讲热尔桑这个店铺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给大家聚焦一个细节 上面写着很清楚 说热尔桑这个店铺里头 在第三行的最右边 说我们经营来自日本的瓷器 在这个上面 中国这个词都没有出现 但是呢 其实在那儿大部分的瓷器都是来自于中国 为什么呢 就再一次证明当时啊 这个法国人把中国和日本有时候经常混淆在一起 然后在下半部分 你可以看到有茶壶 有珊瑚啊 就从海底的 这很珍贵的一些装饰 然后呢 一些茶杯等等 这些都来自于中国 所以呢 热尔桑店铺其实是一个同时经营中国和日本货品的 这个一个商店 但是呢 具体它到底是怎么经营 或者经营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些商品呢 我们无以得知 但是呢 透过另外一幅啊 这个18世纪的一幅著名的作品呢 我们可以想象这家店的一个盛况 接下来这幅画是非常重要的一幅画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头有两三层的桌子和柜子 最醒目的是一个红颜色的一个中国漆器的一个柜子 上面摆满了啊 无论是雕像还是瓷器 然后在前面的桌子或者柜子上最中间最第一排的一件物品 但凡是个中国人就一眼能够认出来 它是什么呢 是中国著名的宜兴的紫砂茶壶 当时宜兴的艺术家或者政府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非常激动 因为这就证明了宜兴的紫砂茶壶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西方 就是非常受到重视 然后仔细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中国瓷器 包括来自于日本的瓷器等等 然后很有意思的什么呢 就是在右边还画了一只猴子 一个栩栩如生的猴子 就证明这个艺术家很有幽默感 他就说什么呢 就说你们不要相信这些物品真的都来自于中国和日本 其中是有假货的 有的人是像猴子一样模仿了 所以你们要小心在买的时候要小心 这幅画特别珍贵 有很珍贵的历史意义和资料的这个意义 华托呢 他其实不光对一些日本或者来自日本或者中国的一些物品感兴趣 而且他是真正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还进行了一些研究 所以他给我们留下了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就是他曾经给一个法国特别重要的城堡 进行了装饰 他在里面想象了很多中国场景 以及中国人是怎样 比方说弹奏音乐 中国的母亲啊 怎么培养孩子等等都是他听一些比方说旅行者或者是一些宗教的传教士跟他讲述 透过自己的想象描绘出来的 这是给大家看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华托画的可以说是在法国最早的表现中国人的油画 很可惜因为这个城堡后来的这个被毁坏了 所以呢华托的作品呢就后来就被可以说四散各地啊就没有完整的华托的这个作品 但是呢华托的有很多弟子啊都把他们画成了版画 所以呢以版画的形式呢当时在整个的欧洲啊进行流传 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华托啊其实他真的费了很大的力气 尽可能就有点像后来的一个人类学家一样 他去研究啊中国人的习性 穿着啊 打扮整个的他那个样子应该怎么去表现 他其实做了很大很大的努力 但是有时候呢在这一类的作品当中经常出现现象 比方说有一副著名的音乐家的形象是版画的形式出现的 这个人你仔细看的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法国人 但是呢他的这个乐器他绝对是一个西方的乐器 但是呢就在下面他用完全用当时的拼音 把这个中国音乐家的名字都写下来了 就证明他是有真评实据的 或者是整个场景啊一冲眼像个中国场景 但是后面的背景里面的无论是花园 还是旁边那个装饰又是当时的法国等等 特别有意思 所以这个当时就是18世纪的这个一个现象 叫中国热现象 就对中或者也称中国趣味啊 就是他们艺术家们啊 要通过各种方式来表现中国题材 所以呢作为一个大的艺术家啊 华托有很多人追随他 包括这种兴趣啊 其中呢有两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去关注 其中第一个就是大画家叫弗朗索瓦布歇 弗朗索瓦布歇呢他在一段时间内到对中国可以说到了痴迷的地步啊 就是只画中国题材 但是很有意思他画了一阵子以后呢 后来就彻底又放弃了中国题材啊 转而去画其他的东西 所以呢这是一个在法国的艺术市场非常奇特的现象 就是说布歇呢是被称为洛可可风格艺术的大师 但是在布歇那儿他把中国和洛可可风格完全等同了起来 就是说他想象的中国就应该是洛可可的 或者反过来说他想象的洛可可啊就应该是中国的 所以呢这是使得啊这个艺术家就是一会儿画中国 一会儿呢放弃了中国画其他的洛可可的这个题材 这是布歇的一些最有名的留下来的一些版画啊 你看他这个场景啊 左边这个场景啊就是典型的中国的渔夫的形象 因为他们心目中中国人在水边钓鱼这样一种感觉啊 他们觉得特别好 一方面为什么呢 他们知道这个孔子说啊 逝者如似乎啊 这个水啊代表着时间的流动 但同时呢能够在水边悠闲的垂钓 就代表了一种生活的哲学的态度 右边呢完全是一种想象 说中国的孩子喜欢跟各种咬泪一起游戏 然后这呢就画了一个咱们一个小孩跟天鹅在一起玩 骑在了天鹅的背上等等 同时呢布歇描绘一些法国的大家闺秀或者闺房的女子的时候呢 经常会在他的背景当中出现一些中国的物品 甚至他们穿的鞋子也是被称为是中国的女士的鞋子 就是什么呢 前面尖尖的稍微有一点点高跟 咱们认为这是典型的中国鞋 所以呢那些贵妇人们就特别喜欢觉得很时尚 但是呢这个布歇呢 作为一个洛可可的风格的一个大师啊 他觉得他如果光画中国的题材 他不足以成为一个能够在这个艺术上留名的大师 他需要画当时的跟他修气相关的 甚至有需要去画古罗马古希腊的一些题材 所以呢他最后啊真正让人家记住的一些话 就是一些女子 无论是神话里的女子还是一些闺房里的女子 有时候是神话女子啊 这个维纳斯戴安娜 有时候呢比方说是法国国王的这个 著名的情妇这个曼特农夫人等等 所以呢这些话呢就给布歇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啊 但是同时啊人们对布歇啊这个中国情节呢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兢兢乐道 这个布歇啊可以说是中国情节 或者中国趣味的一个最大的代表 但是呢其实啊在艺术史上有一个人啊 就是被人忽视啊 甚至在我们中国没有任何人去研究他 我觉得非常可惜 因为这个人他真正的啊代表了法国艺术家对中国的兴趣 而且他把对中国的兴趣成功的转化为了一种装饰艺术的这个风格啊 所以接下来呢在布歇之后呢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艺术家啊 他的名字呢叫皮耶盲 这个皮耶盲啊 他呢跟布歇不太一样啊 因为布歇呢是个大画家 所以呢他对中国题材的兴趣呢 就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内 而且呢他总是呃说啊 我是个洛可可艺术家啊 中国呢是我认为是洛可可风格的 所以我要画中国 所以呢这个皮耶盲 他就不一样了 皮耶盲是专心致志的啊 去研究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他当时而且影响比较大的是什么呢 他出了好多教材 教人家怎么画中国场景 而且他这些教材啊 有的就被翻译成其他语言 包括翻译成英文啊 就传到了这个英国 英国的很多啊 这个女子包括一些贵妇人在家里没事干的时候啊 就模仿这个皮耶盲啊 这个在教材里画的那些东西就跟我们这个 后来有这种借子言画谱一样就变成一种画谱啊 他们可以来通过皮耶盲的这些画的这些研究和模仿来 进入一个他们心目中想象的这么一个中国的世界啊 所以我给大家展示一批啊就是很珍贵的就是历史资料都是皮耶盲当时啊 在欧洲流传的一些版画的集子或者是教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耶盲可以说是他的观察极其细致 而且呢把中国人放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 甚至是包括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 甚至十二个月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他出去想象到了三月份 中国人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在做什么样的工作等等 所以呢 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关于中国的版画集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尤其是他在这个基础之上又加上了很多独特的装饰的元素 他经常把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场景啊 无论是老年人小孩女子啊或者是官员啊或者是书生等等 放到一个很奇妙的他认为应该是中国场景或者中国景色 或者中国的亭子或者中国的园林等等 就这样这都是他自己的创创作啊 然后呢这种风格啊 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装饰风格 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呃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们会看到一个家具啊 一件家具的这个整个的装饰 可以说跟皮烟芒的版画的整个的结构和装饰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啊 让大家感受到一点 就是当中国物品和日本物品在18世纪啊到了法国之后 一方面他们最重要的画家比如华托啊 他会感兴趣 另一方面呢他的弟子们啊就会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这些场景 甚至呢把一个重要的在艺术史上可以说是代表了18世纪风格的叫洛可可风格的跟中国的想象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然后呢还有一些像皮烟芒这样的人啊通过自己的创作或者甚至是教育啊把这种风格成功的转化为了一种装饰风格 从而让这些装饰品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当时欧洲人啊尤其是法国人 他们特别追求的啊那么一种可以说一种奢侈品一样 他们想象着梦想着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 然后呢用这样风格的这个家具用这样风格的一些茶具啊茶杯啊 来享受这样一种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的生活